出席北海岸感恩参会 新北市长侯友宜开口闭口 狂喊中华民国 新北市长选战大胜对手45万票 侯友宜职工2024更有底气 这股气势莫非对岸也感受到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以港澳台各界 悼念江泽民同志为题 列出名单包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前立委高御仁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侯友宜也在内 只是明明一号受访时 侯友宜仅用家属节哀 多多保重回应 短短八个字足以让中国高度重视 不只被新华社列入台政界悼念名单 人民日报更以头版刊出 侯友宜这次选举表现得非常突出 而且非常有可能成为2024的候选人 所以北京方面他可能是借这个机会来表达一下 同样被点名的朱立伦似乎也不甘示弱 这是如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达过 希望家属能够节哀 同时这也代表了 毕竟这也代表了一个四季的结束 我们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希望两岸和平 想更上一层楼 不管对谁而言 两岸论述都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继续往新朋友郭远亭采访报道